工人扛起一困困的水管进行搬运 尽管有戴帽子还是热到受不了 高雄最近一早还没有9点 气温就飙迫35度 工人户外作业得要跟高温抗战 工人在银架上爬上爬下作业 工地提供一台电风扇帮忙吹凉 不过做工时还是得来回走动 想要让身体降温还是很有限 地面作业的还有人热到把衣服往上掀 挖入工人施工的地点完全没有遮蔽 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差不多两个小时需要差不多二十分钟 今年特别热 差不多八点多就没办法了就太热了 中央去年六月颁布高温户外作业 劳工热危害预防指引 要求工地雇主要有对应预防措施 像是降温给水遮阳设备等措施 高雄劳工局今年至今已经抓到五个工地违规 为了减少中暑发生许多户外工作者 也会加长自身防晒 帽子头巾全身包紧紧 就是要减少太阳曝晒机会 台南职安处也加长机查 发现半数工地没有依规定 设置安排劳工防热应对措施 最近一个星期台南因为热伤害的救护案件 就多达二十多件 户外工作者晒太阳无法避免 最好还是增加休息频率 多补充水分 并且随时注意身体状况才不会热出问题 金神华文胜时会每场报道 立刻下载禁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